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一定要谈到这个比较的部分 因为在时间这边 我们可能比较什么呢 比较那个 例如说今年跟去年的一个销售之间的差别 那我们就先来算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内容好了 我们假设不做任何的计算 我们来去看一下哦 我们先教你如何去做2016跟2015年的比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先来去画一张图 画什么图呢 画这个先看直条图好了 群组直条图 然后我希望是2016年跟2015年的一个比较 所以我就会去勾什么 订单的日期 它的销售额 好 我们现在这张图我想大家都很会画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这边多了几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这个 这非常的重要 首先 首先介绍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下探 这都是探索 只是这个探索呢 这个探索是单一性质的探索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就是2016年 所以点一下他 他就会直接让我看到2016年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因为年下一个单位是不是季 然后假设我想要去看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一月很低 第四对不起 第一季很低 第四季很高 所以我们可能看一下 这边 这边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诶 这边有看到 可以发现 因为 假设我们今天回上一层 一二三 好像 好像我们去看一下第二季 是不是发现四也很低 所以 原来可能真正公司的一个 对不起 淡季的结束呢 是四月结束 然后接下来五月才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向下探索的方式来去观看我们的资料 可以吗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向下探索的方式 那我们 假设我们现在点他 就是取消嘛 取消 然后往上往上 是不是又恢复到了年 我先把这个标签改大一点 好 这样子 2013 2014 如果说我今天我对2016年有兴趣 因为他最高 所以就点选向下探索 然后点他 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到 由小到大 这边是不是很大 来请你先完成 这样向下探索这件事情 来请你先做第一张很简单的图 什么图 就是一个订单 应该说销售统计 销售统计 各年销售统计 然后可以透过向下探索 可以去看到这样子的关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左边那两个 这是图表的探索方式 可是到时候我们是要希望你写程式 写韩式 把它全部算完 因为一定要会算这些东西 来画面借我用一下咯 那接下来这边探索完毕 好 我们先回到原状 刚刚这边是单一性的 就是说2016 只看2016里面的资料 可是这个是看连续性 什么叫连续性 日期它有连续性嘛 所以我们就点这个 现在你只能点这边这个 这个 好 那你又要了解 这边是两个独立 这边是连在一起 这两个又有什么差别 好吧 但是我现在不说 我现在就直接点它 有看到 这个季度一 季度二 季度三 季度四 请问这个季度一 跟刚刚你在这边看到的季度一 是差别在什么地方 刚刚我说过这是只看一年 只看那一季 只看那一月 对不对 好 我先回复原状 点它 这个只看二零一六年 只看二零一六年的第一季 只看二零一六年的一月 有看到一号到三十一号的变化 可以哦 只看那一年 专一 只看单独那一个时候 可是如果 我现在先把它关掉 我现在我点这个部分 点它 这边不是 这边是一个嘛 这边是两个 两个是不是 并在一起 有看到并吗 两个 就会想到并在一起 那并在一起 我是不是点它 点它之后 这个代表 2013年的季度一 加2014年的季度一 加2015年的季度一 加2016年的季度一 因为它是并在一起 可以哦 刚刚这边 是不是只看单独一年 现在是四年的季度一 全部加在一起 再往下去看 四年 各 第一个月 是不是全部都加在这边 所以请问 我们这样子 看到这张表 我们当然就知道说 我们公司哦 12347月 这几个月的销售额是低的 这可以去做什么 季节性的分析 例如说像登革热 好发生在夏天高温的时候 夏天秋天 尤其在什么 浊水溪以南 以地理来分析 这就是淡旺季的分析方式 那如果 如果我们现在哦 我先把资料还原 这是淡旺季的分析哦 好 那刚刚这边 我是不是可以点选这一个 因为 这个跟这个 应该你可以了解 这是 单一年 这是四年 好 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这上面是不是有 画一条横线 点它 它就变成什么了 从头到尾排排站 因为你这边 一定要显示 每一年 每一季 每一个月 有看到哦 所以当我点一下 是不是叫季 它变成一个连续性 2013年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一直类推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大致上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2013年是逐步增加 2014年的第一季 有看到吗 掉很低 请问一下 如果您是老板 你会不会去研究 这之间的差别 就是当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什么 为什么 可以了解吗 12月 12月跟1月 落差太大了 如果您是管财务的人员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敏锐度 那是不是跨年都是如此 您看一下 2014年的第四季 跟2015年第一季 有看到吗 公司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请问你2016年 可以吗 这样子一个内容 你会不会觉得应该 是大概到这个地方 我猜了 因为第一年在这里嘛 第二年在这边 第三年在这边 第四年 那是不是 第五年的第一季 可能在这边 要我猜的话 你绝对不会猜 第四季 前一年第四季来的高 可以哦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问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图示 因为它是不是有一条横线 就是连续从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然后隔一年 第一季 第二季 连续性 所以这边全部都是连续性 只是 只是他这边连续 各自的资料放在一起 这是连续 全部展开 让你拍开看 这个连续性 好 请问这三个图示 应该都了解了嘛 所以请你们一下 动手来去玩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应该要继续来去思考咯 就是 这是我们寄织的一个资料 然后也掌握了一些问题 那我可能就会希望知道 就是2016 2016跟2015之间的一个比较差异 举例来说 你看哦 假设我今天我要分析 我用折线图来分析 点它 点它 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同学问我问题哦 非常容易去做比较分析 但是这边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去想通 想不通 你又想学 那你就下午跟我回去阳明大学 你就坐我旁边 在那边好好想 真的 真的 真的很快就做完两年的比较分析 几乎每一个报表都会要求你去做近两年的分析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用折线图 折线图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去 放进去那个 这两年 这两年的资料 所以我先勾订单日期 跟销售额 点它嘛 对不对 折线图 然后订单日期 销售额 然后 我要的是什么 两年的比较 两年 所以请问我这边 我这边我要怎么样呈现 它就会变成 1月 2月 3月 4月 我要点哪一个 这一个 还是这一个 是不是中间这一个 1月到12月 第一个 第二个 是不是就变成 1月到12月 对不对 对吧 1月 2月 我把字放大一点 所以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 往下探索 X轴 把直射 大一点 这边是不是 1月的直 2月的直 可是这个 1月 这个1月 这个1月是什么的 1月 是不是 2013年的1月 加2014年1月 加2015年1月 加2016年的1月 好 所以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点了 这一个 点了这一个 往下探索到1月 那接下来 我们点回去 我是不是希望说 它分成四年 所以我就把这个订单日期 搬到图利 图利它就会分成什么 例如说2013 2014 2015 206 这边订单日期 搬到图利 那我要的是 折线图套 这个 这个折线图 订单日期呢 请改成日期阶层 这个刚刚不是日期阶层 刚刚是日期的资料 好 我要是日期阶层 就是我要呈现 这个是不是2016年 因为这边告诉我的吗 一样吧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不是X轴 也不是Y轴 这叫图利 所以图利 图利的值稍微放大一点 有看到吗 我要的是2016是黄色 可以哦 请问 这张是不是比较 你可以做四年的比较 那老师 你刚刚说 我要做两年 因为其实你比太多年 你画出来图 如果太多 让老板来去看 他也会觉得不太好看 所以呢 这个地方有个 这个工具 交双差分析 然后我就直接选定单日期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勾 2013年 例如说几月几号 好 例如说我要20 算自己输 2015年的1月1号 他这边就只剩下两条 这2015年1月1号到2016年的12月31号 这边你有没有发现 我重点是要比两条线 然后是不是可以比较出一个差异 发现什么事情 发现2016年的11月 11月哦 比去年同期低 其他个月都比去年同期高 可以吗 这只是一个做图 做图的呈现 我再一次的强调讲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画出来 1月到12月 我用的是什么 是不是第二个 然后123一直画 好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把这个订单日期 又重复的放在图里 图里这地方 我必须要切换到日期阶层 切换到日期阶层之后 切换到日期阶层之后 这边就会显示四条线 记得我后来又再做了这件事情 就是交叉翻期筛选器 让他只看两年的连续资料 来去做比较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这张图啊 这张图 其实我们大致上先画到这边 我们再接下来 我们先存一下档好了 点选储存档案 假设我存放在 低词别基底下 我就直接取名 叫做超市资料分析 假设我加一个日期 然后点选存档 那稍微注意一下哦 它存的档案 这个档案叫做PBIX P是POWERB是BI的那个B 有看到吗 BIX 你看到DOCX是不是最后一个 有一个X你知道那个X是什么意思吗 DOC的最后一个是X那个是XML的意思 它们后来的一些档案其实都可以跟网络 去做一个连结 存档 存档因为很简单 所以我们就不请你直接做 但是请你等一下可以把它存档起来 谢谢大家